阿森西奥庆祝进球,黄马依靠马克·阿森西奥获胜,在黄马本轮西甲1比0战胜西班牙人队后,西班牙马卡报打出了这样的标题。 这场比赛,阿森西奥为黄马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,洛佩特吉的球队虽然踢得沉闷,但在欧冠比赛后能在西甲拿到3分,便是一大成功。 今下,在西罗离开黄马之后,多位球员在黄马队内的重要性获得提升,其中之一就是阿森西奥,没有了葡萄牙巨星,加上洛佩特吉的上任,阿森西奥成为了黄马最重要的球员之一,他成为了球队首发阵容的常客。 如果说本场比赛之前,有什么遗憾的话,那就是还没有进球,阿森西奥跟队友庆祝到目前为止,阿森西奥充分把握了主帅洛佩特吉给自己的信心。 这个赛季,阿森西奥在助攻以及制造点球方面贡献颇大,不过之前进球一直抵制着他,对罗马的比赛,阿森西奥有一次非常漂亮的转身打门,可惜皮球偏出,如果那球能进,肯定能成为欧冠赛季最佳进球之一。 不过对西班牙人队,阿森西奥终于取得了进球,虽然进球确认的过程有些一波三折,比赛第43分钟,阿森西奥帮助球队打破僵局,摩德里奇进区边缘外射门被封堵后偏转,阿森西奥进区左侧,使马触低射源脚入网。 一开始,这一进球因阿森西奥存在阅位嫌疑而被取消,但之后主裁判通过视频裁判系统确认,阿森西奥没有阅位,进球有效,队友们重新拥抱阿森西奥,但这么一折腾,激情也大大减少了,阿森西奥成长迅速。 阿森西奥取得了赛季手球,也让黄马保持在主场连续39场西奖对西班牙人都有进球,阿森报称赞说,阿森西奥又一次出现了,他解决了比赛,让重要的三分留在家中,这又是一脚标志性的射门,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的左脚神奇世界波,他短短的职业生涯,已经有了非常美妙的世界波几锦。 在职业生涯中,阿森西奥的进球数一直呈现上升趋势,在马洛卡,他的赛季进球数没超过6个,但在黄马的两个赛季,他的进球数分别达到10个和11个,本赛季他也取得了第一球,面对顽强抵抗的对手,阿森西奥的进球让黄马获得胜利。 这场比赛两队的差距就在于阿森西奥的那一角,阿斯报指出,阿森西奥是黄马的拯救者,非常活跃,比赛中一直没让人失望,比赛第41分钟取得进球,一开始被取消,但之后视频裁判确认进球有效。 阿森西奥突破西班牙每日体育报也指出,虽然没有踢出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,阿森西奥还是成为了决定性的人物,在这场使均力敌的比赛中,阿森西奥打入了唯一进球,也让他在黄马脱颖而出,阿森西奥肯定能获得金球奖。 从他的年龄来说,我希望他能得奖,我能感受到他的水准,他有能力是硬进攻层面的,多个角色,这位球员才华横溢,几天前,罗马主帅弗朗西斯科这样表示,尽管现在就预言阿森西奥能获得金球奖为时尚早,但他能获得对手的称赞,证明他的确拥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超强素质,塞尔吉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